局長球都在你面前了 不要撞住 我們問問看立委到底 因為立委在這一局也很重要 他們要母雞帶小雞 到底有沒有人陪你們一起 他們有沒有幫你帶來加分的作用 我覺得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你看蘇貞昌他沒有想要跟你講道理 當然我們也不用那麼客氣 因為在政治上面 首先圖一個氣勢的展現 當他一直在回火罵你加碼罵你街頭小混混 然後今天又說什麼 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三分 他有持續的讓這個議題燒起來 所以藍營這裡如果沒有一個相對應的回火的話 其實就會覺得你氣勢上就輸一截 那氣勢輸一截大家不管這個比賽 我說他是比賽是因為民眾看在眼裡 那自己心裡面會替蔣萬安跟蘇貞昌各自評分 你沒有回那基本上氣勢弱下也不管蘇貞昌有沒有道理 總是你氣勢輸了大家對你的印象分就比較下降 那我說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 今天假如說蘇院長沒辦法苦民所苦 他沒有辦法承諾一年內沒有辦法擔保說一定 大家有蓬佩的電力可以使用 不要在夏天的時候一天到晚就跳電 因為我覺得高雄跟台南的民眾 不敢說高雄台南 中南部整個都是很可憐 因為說南部他們是跳電缺電的最大受害者 那到了可能到今天都還有局部零星的 那昨天我也知道基隆七股那邊也有零星的缺電的情況出現 這是全台都已經影響 那但是最中部南澳都沒有影響到 其實中部影響的就是火力發電廠是火力全開 然後有兩到三成的小朋友要去耳鼻喉科 去看小兒科說最近有過敏的這種人數是比較多的 那這是很明顯的例子啊 如果說蘇貞昌沒有辦法苦民說苦 我覺得政治上面應該要有一些政治的手段 不要再用那麼理性 你以為質詢他會回答你什麼 質詢他就是在那邊時間到了反正他就下去 他說委員謝謝然後就下去照樣領薪水嘛 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有一些政治上面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立委 但是政治上面應該有很多的工具是立委他們可以用的 在這裡也有一些見解 例如說我們都知道立法院他是有備用的發電機 所以蘇貞昌基本上在立法院裡面他是横行無阻 他完全不知道民眾缺電的感受 那我覺得說立法委員今天我們藍引的可能可以有一個行動 去圖選缺電的危機就是把總電源開關把他關掉啊 然後派人在那邊輪番職守啊 就是對啊 你當你今天你不尊重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就讓你立法院沒電嘛 你沒電一次看看 你看你上質詢台 麥克風要講多大聲才可以讓你的質詢被大家聽到嘛 對啊 當我們今天在立法院裡面停電 黑漆漆烏媽媽一片的時候媒體都在看啊 你蘇貞昌你都受不了 你要在那邊扯嗓子在那邊嘴硬然後回 回立法院的問題我們就照常質詢 我照樣問你問題蘇貞昌就要回我 然後一連二十幾個我們藍引的議員都去問他 他就必須要扯很大的音量來讓你回答嘛 因為畢竟他在那個質詢台上他就有義務要回答你 不然我們就來維持秩序啊 你如果不回答我們就杯葛你不讓你上台 我們讓你這個議期或是讓你的這個施政沒辦法推進嘛 有很多的這種政策上面的手段呢 我覺得因為以前民進黨在當立法院 在立法院當小黨的時候 他們所用的那種政策工具是很兇的啦 我覺得在這種我們也變成小黨的情況之下 有很多的政治上面的手段是可以用的 我們如果很文良公儉讓想著要用質詢的途徑 或是用那種很在秩序上面的手段來處理 最後都是比人頭比全比人頭啦 那既然是小黨我覺得是時候比拳頭吧 我覺得蔣萬安跟蘇貞昌扭打成一片也未必不會輸啊 對啊因為蘇貞昌這樣子雖然看起來也是蠻驚悍的啦 可是全怕哨壯嘛 所以我也不是說真的要去打架還是怎麼樣 只是有一些很只是我覺得在小黨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的方法是國民黨的 現在的立委大大們應該要去想到的 就是不要再用體制內的這種方法了 那蘇貞昌是沒辦法體察到民間疾苦的 就像我剛才所講的 如果讓他真的立法院停電一天 讓大家都知道立法院如果遭遇到停電 會怎樣的運作 讓蘇貞昌去知道 你在殿堂上面平常這樣子風光那麼亮麗 然後媒體拍著你然後電燈打下來 冷氣可以吹很舒服 你沒辦法體會到當我們南部在遭遇到 這些停電的危機的時候 有一些必要的設施 例如說冷氣啊 例如說電燈啊 例如說電腦啊在工具的在作業的時候 就是非得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法 來面對我們的一般人的生活的時候 蘇貞昌才會有感覺嘛 那蘇貞昌這個時候 我們再來去討論說 你要不要跟講話人道歉 因為我們講的是對的啊 那這個時候才可以去凸顯說 他的確是不知道民間疾苦 說不定蘇貞昌 而且真的政治上面要回火啊 如果說今天就這樣結束了 那等於是把這個話題落在蘇貞昌說 你尊敬我一分我回敬你三分 就代表說國民黨都不尊重我 拜託 蘇貞昌這樣子完全不敢做承諾 然後事情不做好的行政院長 有什麼好尊重的 但是真的要讓話題繼續延燒下去 不要讓他只停在這裡 這樣的話會顯著我們氣勢是比較弱一點 我覺得想法真的是很不錯耶 那如果到時候把他燈關掉 他第一個扯開紅 然後他再往下一看 然後欄尾如果再點出手機燈還 讓他想要韓國瑜 就整個氣急攻心 你知道嗎 手機燈還不見韓國瑜很常出現的 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啦 有建議 不要那麼乖啦 我們覺得我們太乖了 他都說我們是街頭小混混了 就讓他知道街頭小混混 他都說你是什麼小偷行為啊 暴力分子的 你還跟他客氣 那民進黨以前還不是這樣 對啊 文議員我要另外岔開一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關注 台灣Plus這個官網 如果你沒有關注的話 沒有關注的話也很正常 因為關注力還真低 可是他每年要燒掉10億元 之前不是還花了400多萬在蓋他們的辦公室嗎 非常的高級 好他的這個實際有多低呢 我們就來看看喔 他的網站點擊大概55.8% 都來自於國內 然後實際上已經變得有點像是 你聽過文字館 你現在有聽過文字網站嗎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在架設文字網站 那如果以每年10億的話 你可能還沒有這麼有feel 他可以拍多少 拍六部的斯卡羅 十二季的華燈初上 是華燈喔 華燈初上 二十部的俗女養成劑 十部的火神的眼淚 兩部的魷魚遊戲 你這樣講好了 現在經濟是很景氣是不是 我覺得好像 總共有頒布個數據 說好像今年前幾個月 國民平均的薪資好像是好像 八萬還十萬左右 非常高階 我想說哇塞 我拉低了 我拉低了 所有我們台灣的進步 我就是社畜 都是我們這些拉低整個平均值 就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當然台灣的經濟這麼好 這個十億八億算什麼 當然不擺在眼裡嘛 花 反正先話再說 花了就會有人賺 有人賺自然就會有網路的聲量 包括一些網紅互相配合 蔡英文從選舉以來 她其實最擅長的就是跟網紅結合 老實說因為成功了 所以對民進黨整個選舉而言 他們一再的藏到甜頭 一再的花下重本來做相關的事情 這台灣plus花了十億 大家覺得多 實際上這個東西老實說 你還會給國外的人看一看 那就罷了 我覺得他之前的南向政策 才要慘吧 每一年花幾千萬幾億的 預算編下去 結果咧 完全沒有得到相對應的效應 結果只是讓很多 可能東南亞人的一些 朋友民眾們 他來到台灣做的 不是花錢的動作 而是賺錢的事業 這東西我認為完全是沒有效應 不只這個大家還是不知道 我們之前有一個力推 叫國民法官法 2023要上路 國民法官法 他在去年編了一億八千萬 來行銷這國民法官法 裡面有幾千萬 內容是什麼 是要跟網紅合作 跟網路平台做直播 甚至還要出APP 不曉得國民法官法 要出APP什麼意思 所以我會去登錄抽獎嗎 1.8億元 然後行銷千奇百怪 可是萬變不離其中 他想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把這些資金 神不知鬼不覺的 轉移到某一些 可能對他友善的平台 或者是網紅身上 為什麼這樣做 很簡單 因為在選舉的時候 那些網紅就會 憤不顧身 義無反不顧來幫民進黨選舉 對 因為我平常給人很多甜頭 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回報他們 這是這種 我不能說官商勾結 但絕對不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他等於是拿我們全台灣的資源 我們納稅錢 來養一些某些特定的一些平台 一些網路包括一些網紅人士 在選舉的時候為他們做效勞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側翼 側翼這些東西 老實說平常你看不到 但是你打開網路 你打開手機 你打開所有的節目的平台 滿滿的都是他們那些在帶風向 講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民進黨可能 在暗中支持的 就是利用這些所謂的 不管是一些廣告預算 或者是一些網路合作網紅 甚至還有我們的外交部 國際會議交流項目 去年比前年多增加了多少 2500萬 從600萬暴增到3100萬 為的是什麼 找網紅來代言 對於國外的一些宣傳 跟希望外國人來 我老實講好了 我們台灣要拍一個網路片 找外國人來台灣玩 你找網紅跟不是網紅有差別嗎 外國人也不曉得 但是為什麼會編那麼大的預算 給網紅呢 原則上就是變相的買票 變相的為選舉做鋪路 所以我只能說 現在民進黨政府真的很有錢 但是民眾真的很窮 他把我們所有拿到的稅金 跟所有的許換錢 都去為他們選舉 都去為他們政治的目的 而做浪費 他們花的完全不手軟 10億8億幾億的隨便丟 人事成本隨便丟 人越養越多 南向政策開完之後 中部辦公室也開 南部辦公室也開 可能東部辦公室也要開 西部辦公室也開 反正名額在座不愁 用的不是他們的錢 都是我們在座 包括來賓你們的錢 這些東西平常我們感覺不到 可是一分一毫的 我們都在流失當中 我只能說民進黨很厲害 但是這種做法讓人很不齒 怎麼樣讓他們不齒 國民黨自己要加油 要努力啦 平常心講 剛剛也講了很多 你說要怎麼去反制 民進黨的一些做法啦 反制蘇貞昌 我認為國民黨黨團跟高層 真的要有想法有辦法 好好的團結一下 把我們的炮口一致對外 不要讓我們很多民進代表 孤軍奮鬥 平常心講 我像直斗會同樣的感覺 就是常常有些黨部的事情 我們也不曉得 發生什麼事情也沒跟我們講過 造成了我們幫很多黨部在辯護 在低線打仗的時候呢 我們是各憑自己的意志在打仗 這個是非常糟糕的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 這個絕對是對政黨 包括我們接下來的延續是不利的 那國民黨自己努力加油 也希望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能夠讓民眾感受得到 在年底的選舉 好好的給民黨顏色看 讓他們知道 我們的民意不是受嘎 民眾不是可以被欺負的 因為我們的權力 來自於民眾的賦予 而我們的責任 就是讓民眾過得更好 不要擺花錢 這還是我們民意代表 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民黨不懂 那就麻煩讓他下台 換一個懂的政黨上來 我相信才是全台灣 才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福氣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